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台我是薇娅 天马行空我是颜颜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2月26号星期三早上的八点钟 那很高兴了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昨天还刚见面不到24小时 有啊有24小时了吧 有啊是刚刚啊 彼此小念吗 是也不算见面了 因为根本没见到面 有声音相会啊 是声音相会 那通过声音呢能不能认得一个人呢 其实是应该还可以吧 对不对 也算可以的 看声音的辨识度高不高 我今天有一档娱乐节目就是这样子的 他通过声音辨识度来认这个人是你的熟人还是陌生的 有这样子的游戏啊 他是一个游戏啊 对他他应该是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看你的你所有的朋友当中 让那个朋友发出声音来说一段故事 从而呢这个当事人就会猜哪一个人我比较熟悉哪一个人是哪个人 哦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倒看过就是在娶新娘的时候呢就有玩 但是玩这种游戏呢 他不是听声音而是把这个新郎还是新娘的眼睛就蒙上了 那蒙上了过后呢就让他去摸对方的手 有好几个人让他去选看哪一个是他老婆 这个是很尴尬忘年选错 对 但是我看过的还好 竟然会生气吧 还好还没选错到目前为止啊 我看过的还没选错 那带错人回家 那只是台上的一个游戏了 那其实呢去辨识一个人 或者一个生物呢有很多种方式 声音啊如果通过眼睛看那就是样子了 那其实还有一种生物的辨识方式 通过DNA 我们需要去辨别生物吗 辨别人就好了 为什么要辨别生物 当然有一些 很难说你看在罪案犯罪的 这个罪案学里面 DNA的科技就是一门学问了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强奸犯 或者是一个死掉的人 一具尸体 他要知道这个尸体是谁 他就通过DNA来辨识的 或者是强奸犯 是不是这个是谁的DNA 要这样子来辨识 过一些指纹 对对 所以DNA或者指纹呢 它是有非常大的用处的 但是呢有一些国家 他怎么去利用这个DNA呢 想我相信怎么想都不会想到 这挺搞笑的 就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意大利纳布勒斯政府呢 的市政府啊 因为在当地呢 有很多狗随地大便 那如果解决了狗屎的问题啊 就别出心裁了 就要求整个城市的八万只狗的主人呢 不是不是验狗的主人的DNA 是验那只狗的DNA 他带狗去做这个拓氧核糖栓 这个测试 就DNA测试 就建立一个资料库了 那借此呢 就希望能够查出狗随地大便的狗主 那如果被查出来 就罚款500到685美元 是很高一个情况 其实一开始养狗的时候 他肯定是先对这个狗进行检测了 DNA 他有一个资料库 他资料库 但是不是DNA检测 而是牌 就是狗牌 我们在马来西亚人叫狗牌 但是不是DNA的资料 所以他们这个杀鸡用牛刀 大费周章 就验DNA其实不便宜的 这个过程 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就需要把 像对于意大利来说 应该是 应该有情理在了 因为意大利比较时尚的一个都市 狗也是比较时尚的 狗也比较时尚 他有一种是高级定制 狗的服装高级定制 比一个就正常人买来的衣服还要贵 所以狗屎也比较贵 对不对 狗屎一坨狗屎 大概500到685美元 可能成本也算进去了 是吧 这个罚款里面成本也算进去了 所以当然也是比较有趣的新闻 大青岛跟大家说的 就比较有趣的 那接着我们看看 转个焦点看看在日本 那日本呢 这个不算有趣 但是呢 是好消息吧 应该看起来算是好消息 那福岛呢 之前就 亥露了 对不对 这个敌一核电厂呢 因泄露 泄露这个辐射 那方圆20公里呢 之前是被划为 苏散区 但是在 在星期一 也就是前天呢 就宣布说 呃 这个日本政府啊 说四月起呢 就可以分阶段的 把这个测散 呃 这个 树散区 撤 撤除了 换句话说 就让居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了 但有居民也会感觉到忧心忡忡 他怕这个 呃 树散进来之后 这个福岛的和这个树散区 还依然会有何复杀 对 开玩笑 谁不怕这个东西 你给我 我也怕 你换句话就是一年后 我也不见得敢回去再住 你看在呃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 那一颗原子弹投在呃 那两个岛上啊 对 对 那个沙基 还有另外一个岛叫什么 苏西马 对 啊 不是成熟港 日本的岛 苏西马 对 那这两个岛呢 到今天为止啊 它的辐射的祸害还是延获到今天 对 有很多人就得癌症了 是 是七型胎儿啊 这些等等都有 所以呢 它的呃 这个 呃 这个 炎货是到几代了 是很难想象的 那今天呢 如果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 富岛 贺灾区 嗯 要回去住 给谁都不敢 那日本 他怎么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 哦 我就把这个呃 撤销了 你可以回来住 他凭什么来说可以回来住 安全了呢 对啊 你居民他有的确实是想家 特别特别的想家 所以就想呃 无论啊 有多少 怎样的危险呢 我都想回家去住 但是有部分的居民还是在担心 呃 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它的政府应该有责任为民众去服务 有责任啊 去为民众去承担一些啊 责任和义务 但是现在其实目前的医疗数据或者卫生数据还没有出现 呃 是不是福岛这个核灾区现在可以让正常的居民可以居住 所以目前来说没有个具体的数字去说明他就呃 现在就可以让这些居民回家居住了 呃 想象一下好像是似乎现在日本政府所做的事对于当地的民众是不负责任的 呃 其实可以这样子看 但是日本一般上他们对他们的民众会比较照顾啊 一向来我们看到 因为他们日本的这个呃 对国家的中心程度也比较高的 那但是呃 也许他们有一定的一些标准吧 可能在报章生病没有特别提及 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如果是这个火害是非常严重的话 他们把他送回去那不至于等于是叫他们去送死啊 如果这一代不死下一代也不懂会长成什么样子 会受到影响 那之前在呃好 算之前去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新闻吧 就之前就有说到这些美国一些呃一些官兵他们就到了日本去帮助就是来支援他们在一些救援的工作 就是因为这个呃 呃 就是辅导的 辅导合适的问题啦 当时呢就是这些官兵有备或的保障说已经是十分安全不会受到这些辐射的影响 但是没想到过过后了一段时间呢他们的会议就慢慢的浮现了 有的开始也患癌症 嗯 那时候应该大概五十一个人就是确定了他们就患上了癌症 嗯 他们那时候呢就集体要做一个诉讼 所以就算当局当时是保证是安全的并不代表就是真的是安全的 嗯 我也很就是日本的国民性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 嗯 那么现在其实安培晋三他是支持恢复呃核电工程的 是 那么另外一个小全春一郎他是反对恢复核电工程的 但是现在好像是日本在呃安培晋三这边的势力比较强大 而且民众也比较偏向安培晋三这方面的势力 那么如果民众是偏向安培晋三这方面的势力 证明呃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恢复核电的生产 应该这样子说吧 也许民众他呃因为安培晋三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点他为什么要恢复这个核电呢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增强国力 还有包括这个国家的呃工工叫什么呢 兵力吧应该这样子说 就是有国力也有兵力 但是民众他却不怕自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支持 这就是他他特别的这个点 他们宁愿呢就让国家更强 不愿意让人家侵略 甚至我有能力可以侵略别人 可能这是他们的国民的一个心态 呃一种比较大大帝国主义的一个心态 所以呢我再怎么样都好 我可以牺牲掉我们的为国牺牲捐躯 我都不是一个问题 呃吸引到自己自己的安征也无所谓 为了我的国家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更加好我就愿意去牺牲我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一定呃支持安培金山就一定支持这个核电厂呢 会不会有一些 但安培就是支持核电厂 他支持安培可是他可能某一些政策不太认同 也许是有另外的一些政策 但是这个数据可以显现出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呃 也许有部分的民众他不把这个核电府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的范围之内 这也是说明了民众的另外的一个就日本的国民性 哎他不把危害到自己健康生命的核电站作为首要考量的一局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让至今为止让大家就感觉日本的国民性是真的是感觉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 是所以在日本我们看了那跟日本有这个比较矛盾关系的中国方面又是怎么样 日本人他国民性非常强 但中国人他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呃 应该怎么去形容中国人呢 蝗虫 对吗 这我也搞不懂 我就看到这一篇文章过后呢 我就觉得哎挺有趣的 为什么会呃有一些媒体呢 是用蝗虫来形容中国人 颜颜照你看 为什么会有蝗虫呢 蝗虫就是大家都知道蝗虫是什么 就是在田地里的那种 就专破坏农作物的 而且他一过过后 就我曾经听过形容词是这样子 但是他说法怎么样 我倒忘了 他具体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有这个蝗虫群一过这个稻田呢 他就好像一个大灾难 这个稻田就被移平了 对 而且黄是不是另外的一个意思 黄帝的黄 黄帝的下 但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当初形容日本的军队的时候 是用什么 黄军 用的就是这个黄字 就蝗虫这个黄 就比一到过就会 对 只要一过就把那个地方产平 而且死伤无数 那么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 一到那个地方 就会把那个地方给消灭掉 所以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有蝗虫 可能改变了一个地方 或者是中国人 你别说可能力量还挺大的 比如说像这些土豪 爆发户 他们去了一个地方 可能就直接把那个地方买下来了 买下来过后 他会令到那个地方的人 没有办法买 买下房子之类的 可能就影响了 可能当地人民的反感 对对反感 尤其在香港 对这是我的资源 这是我的土地 你凭什么用你的钱来买我的土地 买我的资源 所以这就会产生了矛盾 所以就把他们比喻为蝗虫了 但是这个字也呢 今后呢 或许就已经是 正是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了 就说这个字呢 感觉上是有诋毁他人的意思 所以呢 就不能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 使用蝗虫来形容中国人了 一个香港的英文报纸 是南华早报 在这个报纸上 就不能使用蝗虫这个字眼了 但是也无所谓啊 因为有蝗虫派 也有反蝗派嘛 两方面都有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说就说了 我觉得是挺难听的一个字眼 再加上我刚刚说了嘛 就是当初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军队也被称为皇军 就用他们可能是很刻意的 贬低这个日本人 所以当日本人被使用为皇军 是属于一个不好的意思的时候 我相信对中国人来说 这个皇字呢 你被使用蝗虫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其实它内部还是透露出一个人性的问题 人性固有的问题 你像是你 其实大智国家 小智人民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性问题 大智国家 你像是前几天 我们看了一个欧洲 欧洲的另外的一个两个国家 他想加入欧元区 他的民众也往欧元区去跑 去做生意啊 去赚钱 就遭到了欧元区这些民众的反感 就是说你外国的人就跑来我的国家 挣我国家的钱 是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当地的民众就感觉 你应该是站了我的地方 但你形容的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分享了我的资源 两个国家 对吧 但现在是同一个国家吧 对啊 香港也是中国的 相比较之下 那是两个国家 同一个国家其实也是实用的 都是人的人性 同一个国家的香港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行李 他怕中国人 我只能够说 香港人其实并没有接纳中国 他是被迫去接纳中国 因为这也是部分和部分 也许有部分的香港人 就是应该是黄虫 支持黄虫派的这部分人 那是上家 他们这样子的去想 反黄派呢 他也不一定这样子去想 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中国大陆内地 也是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你像北京 你像上海 你像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的 其他省市的民众 如果他上北京和上海去打工的话 那么当地的民众 也是对他们产生反感 你来我的北京 来我的上海 占用我的资源 又占我的地盘 我不欢迎你 你敢快回到你自己的省市去 但你没 但你没听说过像北京上海 这样子一个地方 你总不说上海人去到北京 说你上海你别来 你别来北京 北京是我们的地盘 其实我觉得奇怪的是 你看很多我们人流 因为有了这个交通的方便 那个国际的流动量 其实是很多的 那就是像一些大城市啊 都是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可是为什么大家对中国人 特别的有反应呢 他不会说对一些 应该说反感的 不是反应 反感对 对有反感 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方面呢 是一方面的原因 其实一方面的原因是 就是媒体的报道 在这样一种宣言 渲染 其实其他的国家 也类似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是普遍呢 其实人和人 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如果另外一个人 慢慢的在崛起 假如说就是 拿美国和俄国来说 俄国呢 现在慢慢的崛起 是全世界第二大国家 那么美国是第一大国家 那么美国愿意 俄国去占领它的位置吗 当然是不可以的 但是这是两个国家的概念 对啊国家和其实民众 是一样子的 如果两个人 你比我强的话 我愿意比我 你比我强吗 我会想各种方法 来压制你 或者是我把自己 会变得更优秀 来抑制你 所以这样的问题 其实大到国家 小到民众 都是一个道理 是或者是好像去到了 之前不是在加拿大吗 也是这个移民风 后来也是对于中国的 一些人数 也有一些限制了 但有一些也是会对 中国的一些 或许是数量大吧 我觉得一来也是因为 他们的数量大 所以特别容易造成 这个蝗虫效应 其他国家人 人数没有这么多 就算去个地方 也不会就是这么多的人 你看有一个例子 就是你刚才提到 像俄罗斯和美国 这个例子之间 那他现在介入了一个 一个情形 乌克兰的这个变天 那现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是怎么样 跟乌克兰什么关系 我们看看 现在乌克兰的局势 是非常不明朗的 那临时总统 图尔奇诺夫 就表示说 乌克兰即将破产 有可能破产了 这破产边缘了 那他就希望在今年 还有明年这两年 能够获得350美元的 一个国际援助 他们向谁来求助的 平好是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给他吗 欧美也承诺会提供援助了 但是现在还承诺 但是没有落实 没有落实 所以你看一个 很微妙的关系 是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 本来就比较好的 但是很奇怪的 现在呢 他竟然要向欧美国家求助 但是他靠向欧美国家了吗 当然你向欧美国家求助了 欧美国家又有义务 向他支援了 既然你要求我的国家 我的反对派上来执政了 那么依靠你美国和欧洲 那么美国和欧洲 也有这种义务来提供援助 那现在是不是 他们有那个意愿 他们其实是相当开心的 就是如果说现在 乌克兰就是倾向自己了 那当然他新 就整个局势上面呢 他们会觉得说是一件乐见形成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承诺会提供援助 当然觉得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演变 就不知道了 但是欧美国家 确实在这个党争 党党争当中呢 就是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那么他也想让当权派 让现在当权派给落马 让现在他所支持的反对派执政 那么他执政之后呢 那么他的执政的一些倾向 就肯定会要倾向欧美国家了 那么欧美国家呢 刚才是有意愿也好 或有这个义务也好 这两个词 其实意愿 或者是义务 看民众怎样去分 那么意愿和义务 应该给这个国家 给乌克兰一些资助 那你看 你看起来 如果我们做揣测一下 他们会倾向于向美国求助呢 还是向俄罗斯求助 其实你看因为之前的当权派 已经下台了 所以现在正要推上去的 之前不是说他刚刚出狱的 那一位非常漂亮的前总理吗 他本身就是倾向着欧美的 他也展示了友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 已经对俄国来说 昨天他们也认为 是一个很大的挫败了 那如果因为之前就是 两方面的一种势力 也是在拉锯之间了 但从整个国家的局势 不是局势 从俄国家的结构看起来呢 可能他们会更倾向于俄罗斯 因为呢 你说谁 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 但是他 现在没办法了 他反对派上场了 那肯定要倾向欧美了 你再倾向俄罗斯的 怎么 但是他人民啊 他人民有好多 他民众是倾向欧美的 民众倾向欧美 现在政府也是倾向欧美 他南部半岛的居民啊 就要求这个俄罗斯来打救了 你看到了吧 而且是在当地的这个克里米亚 两百万人口当中呢 俄罗斯裔已经占了百分之六十 是全国唯一 俄罗斯裔比乌克兰人多的一个地区 所以你看他就分成两个地区了 可能在南部的半岛呢 他们更倾向于俄罗斯 而且他们会说这个俄语的人呢 其实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 但俄罗斯会退 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因为似乎在欧美方面有出了一些话 说这个时候你俄国最好不要动兵 但是俄国答应吗 你不让我动兵 我就不动兵吗 我是谁啊 你是谁啊 所以在之前 之前俄国和美国的 美国的奥巴马和俄国的普京 他俩就已经对峙上了 包括在斯洛登事件上 包括一些一系列的事件上 两个人就对峙上了 那么目前对于这个问题 那么俄国普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其实有几个啊 现在俄国预计 如果乌克兰新政府成立 他依靠欧美的势力的话 那么俄国将押后购买20亿美元的乌克兰债券 同时呢 俄国也要提高对乌克兰产品的进口关税 第三个的他也吸或者是说希望提高对于乌克兰输送天然气的价格 所以现在俄罗斯已经反击出手了 所以从任何角度看起来 我觉得乌克兰呢 到最后还是一个得力的 因为现在两个人 就是两边啊 就是俄罗斯还有美国和欧美国家呢 都在极力的提供援助 但这个援助呢 就是目的是有在的 撤出了 他是撤出了 但是他民众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回来 换句话说 无论是谁协助他们呢 最主要还是能够让他们改变或变得更好吧 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每个人也有选择受任何一种教育的权利 你好 我是人民共振党青年团副议长刘德海 刘连台是一个有营养的网络电台 守住刘连台 刘连FM.com 刘连当头 我是威亚 最高赵 我是恩思 电脑行空 我是颜言 是的 我们提供大家很多营养 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那说的是非常对的 但是教育这方面啊 要怎么说呢 要选择自己想要的教育是吧 你选择自己想要教育 是马来西亚目前呢 还是可以做得到啦 就是你可以选择华教 可以选择马来文教育 或者是英文教育 都行 都没问题 但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于是在华世当中呢 我们常常都会为华教 来捍卫华教 来为华教的奋斗啊 这样子啊 今天又有类似的华教奋斗 有相关的新闻了 那这个新闻呢 你奋斗呢 或许呢 也会有得到很多一些 艺人的支持 有支持 但也是有反对的声音 这当初 关丹中学 说的是关丹中 中华中学了 明确一点 中华中学 不能漏掉中华这两个字 因为他们是叫独中 把自己称为独中了 但是呢 这是他们的说法 董总呢 肯定不认同 他们是独中 所以就有个新的字 叫中华中学 对 关丹中华中学 他们就把 董总就把他们 称为是变相式的独中 那在昨天 我看到新闻报道了 就有很多的 访问方天兴啊 等等的 那方天兴呢 他们他就说了 他其实这个 关丹独中的申办成功 而且呢 还有那么多学生啊 也证明了 这个不是一个变相的中学 因为他们是以中文 作为媒介语来教育 然后同时呢 他们是有双轨 双轨的就是 双轨的考试制度 就包括你可以选 同考 你可以选 国家的教育文凭考试 都没有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呢 他们是自认为 是没有这个问题 当然 是不是大家都认同呢 这个也很难说 我相信有部分人支持 有部分人是不支持的 但起码 我们看到 在香港的一些明星呢 是绝对支持 关丹独中的 早前有成龙来 称台 来称腰 来站台 那现在呢 就有曾志伟 还有另外一位 软兆祥啊 对不对 来站台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也是 比较有趣的现象 其实在去年呢 他们就举办了一个 慈善演唱会 就叫掌门人大马 慈善演唱会 那其中一个掌门人呢 就是曾志伟了 那时候呢 就已经在为 这个观众筹目 来建效 筹目他们的建效基金 那现在的 已经开学了 所以呢 他们就到那边 来跟这些150位的新生 面对面 来一个接触 来一个互动 那现场呢 是非常的热闹的 但你听了 就是曾志伟 他也说 应该没有付什么费 义务过来 所以我就奇怪 是怎么样 义务慈善会演 但他说了什么 他说 他说 他会再回来 关丹中学来探访 同时呢 会协助这所学校来筹款 就是香港的明星呢 他会为这学校筹款 他是 他们是认同 这是一所 为华人办的学校 应该是 其实艺人也有参政的权利 陈冬已经 他也不知道 也许他不太明白 一只脚 才在里面 他联系的那些企业都在哪 但我相信他们有 他们有留意那个国际新闻吧 当初陈冬来的时候 已经被骂到果血淋头了 被华社有一些支持 反对观众 在骂到果血淋头了 甚至是支持明连的人 你骂了果血淋头了 对陈冬 但别看政治因素 我们不谈 看就本身现在这个事情 一人参与到现在的慈善演唱会 或捐款的一些意向当中 来筹款建立一些华文中学 本身他就是一件好事 这个说的确实是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们看到官丹中学 发展到今天为止 他是不是也给董总 散了一个耳光呢 会这样子的感觉吗 你说曾志伟给董总 闪了一个耳光 对对感觉就是好像 或者是成龙 那么董总会还击 打一灯 曾志伟 我就在 我就在董总要发表 什么样言论 那现在你看当初成龙来的时候 董总不敢说什么 那现在曾志伟又来了 就而且还说到明 他们会为这所学校筹款 这已经是一个怎么样呢 就让官丹独中 是站在一个比较有力的位置上 而且有很多 你看你看他学生有多少 当初一开办的时候 好像听说有一百多名 在第一届的时候 那我不懂现在是 已经有更多的学生 还是怎么样 但是起码有150名的首辟新生 就这里欢迎这个 议员的到来了 议员应该是说议员 不是议员是议员 明星的到来 所以很多时候 真的是胭脂 就是你不知道说 到底是是福还是货 对 你很难说谁对谁错 你看如果说华社完全反对的话 就偏偏有人会把孩子 送到这个中学去 这个时候会有人支持 就看到这个情况 就会更去支持 其实关他那个课题 它是一个很麻烦的课题了 他联系到几方面的关系 包括董教总的关系 包括国家的关系 又包括董教总内部 华教内部的关系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那么马华有没有资格 不能说没有 有没有资格 马华有没有能力 马华要怎么处理呢 他们并没有 马华好像支持的 应该是站在支持的角度 因为当初他们是跟华总 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反对的 肯定是 但是他们也不想去得罪董总 所以就希望两边都讨好 那廖宗来呢 他就在一个会议上 他就表示说 要让马华 要让 不是 要让华人 有尊严 要让华人在这个国家 可以获得公平 平等的对待 有属于华人的尊严 这就是马华的工作 马华的责任了 但廖总是这么说 马华 华人要有尊严 但是同时林吉祥 他也会说 马华丢了我们华人的脸 怎么有什么尊严 马华怎么丢脸 说一下 马华怎么丢人家脸 他只是在选举上输了吧 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他丢了我们的脸 因为他说代表我们华人 但是他具体在当官的时候 他并没有解决类似华人的一些公平平等问题 所以丢了我们的脸 明连的说法 当家不当权 所以马华应该在某个程度上也认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才要说 我们要当家也要当权 如果他不认这一点的话 他不会说这一句话 那换句话某个程度上 马华确实自己知道 当时他们是当家不当权的 对 那么除了观众的问题 其实现在明年有一项课题要挑战马华了 那么要求马华恢复林连玉的公民权 这些挑战性很大 重大的课题 是很重大课题 而且挑战也非常大 而且是在八个月内完成 其实明年做出这个挑战的目的是什么 我正想说他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恢复林连玉公民权 这个跟明连什么关系 为什么突然把焦点转到林连玉 除了恢复林连玉的公民权之外 还有承认独钟的同考文凭 否则他们就挑战他 不然的话你们就要辞官 我们现在看几个明连他们现在有一个应该是新春的团拜 新春团拜当中有很多领袖都在场 包括明年的三位领袖和其他的行动党的国中议员们也都在场 我们先看这几个人的说辞 就知道明年的意图是什么了 那么这几个人的说辞 首先刘振东就挑战马华交通部长的智慧 怎么会挑战马华交通部长的职位呢 他说其实交通部他一直 他有一些部门一直不被交 不是在交通部门的管辖之下 而是由其他的一些乌统或国阵的彭岛公司在管理 所以交通部长是否由马华来当任 对民众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有差别 这是他在挑战林连玉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应该是他叫做就是最近张建群 那么张建群他也说呢 对是因为他要生宝宝了 已经生了 生宝已经生了吗 对已经生了 还没受伤 还没受伤 那么他张建群呢 他也说在新春团拜上 他说其实马华当前面对的不理的不合理的政策呢 并非是马华在505大选后不入阁才出现的 相反是在马华担任内阁部长时所制定的 即使在鼎盛时期 马华也无法为华社解决问题 那么其中另外一位林伯伯林吉祥呢 他也说马华让华人蒙羞了 让华人丢脸了 说是为了就是尊严当官 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回朝当官这个决定呢 就有有他们有尊严吗 我看他们丢了我们的脸 因为他们说代表我们华人吗 就丢了我们华人的脸 类类似的说 说辞的最后其实他们有一句话作为终点 那么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在家影补选的时候 多给马华一个一席 能够带来什么改变 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还不如投安华呢 那我就想问 最后的目标 是不是如果投了安华呢 就他们提到的东西就完全可以改变呢 包括恢复林联育公民权 确实是有一点 对 这个不是说谁当家 谁当权就可以马上就回复了 可能他牵涉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而且要追溯回历史等等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个点 只是说在一些程序上 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搞不懂的这个部分 那确实是像刚刚妍妍就提到 他最重要的也是因为家影补选 那马华入阁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痛脚了 他就把他说 你看马华现在说回去 不是要入阁 入阁就是要解决华社的问题吗 好啊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 你看就是这两个举个例子 就是公民权 或者是独中文平的这个承认 他就把他挑出来说 如果你能够解决 没办法解决的话 那你就不要当官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攻击马华了 如果说马华是不能为华社解决问题 这个肯定有他的对 也有他不对的地方 因为在这么多年来啊 你看他很多时候一发生问题 首先这些在报章上看到的是怎么样 他们会跑去马华投诉部啊 去找一些马华的像张天赤等等吧 对不对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有没有解决到呢 肯定有些解决不了 但有些也确实解决了 所以不能说完全没解决问题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那今天如果是明连上台的话 明连处理这些事情 能够比马华更好吗 我们不比烂 我们要比好 他是不是能做的比马华更好 比国阵更好 还是比马华更好 明连中的行动党比马华更好 那行动党会不会比马华更好 明连会不会比国阵更好 我们要一对一来比吧 对不对 对 我相信这个也是 如果是行动党在明连指政的话 他会比马华好 所以你看这是我相信的 我并不是说相信这个行动党内部的这种体制 但是我相信他对于其他明连两党的制衡权 这是我相信的 但是你看了 我们从这个新闻里面就可以看到说 你看马华只要入格呢 他就成为成为剑拔了 马华只要入格就成为剑拔 对你看你 你这样子呢 就有机会给行动党就抨击了 你看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行动党上去会不会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已经不想了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把焦点拿去攻击马华了 对 所以大家都不会在意行动党有没有做事情 你看 那会不会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反而让行动党不好的事情 就马华上任 就反而让行动党的这个服务的焦点转换了 他的焦点就是服务民众的时候 就是攻击马华 对如果如果这些马华没有没有什么动作 我们就会看行动党做了什么事 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 但现在马华有动作了 行动党就就我们不管行动党做不做事情了 行动党在骂马华 大家跟着骂就对了 所以到最后的行动党还是获益者 当然像刚一年的也有关于到那个嘉颖补选了 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利益了 所以现在所说所做都是为了嘉颖补选 一切与嘉颖补选为大局 对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对联 这个对联当中不知道给大家读一下 能不能听出里面的丝毫的一些趣味 这些趣味他说上年是明年新政国运换 下年是平安吉祥和嘉旺 他把安华和吉祥的林吉祥名字放在里面 还有哈迪亚旺 还有哈迪亚旺 给你看出来了 对就安详旺三个当初这个东西 那明年新政国运换 就是明年上台过后呢 国运就会换 其实他没说换的好还是换的不好 有一点担心 有了后面呢 就是他们的名字就是嘉旺了 国家又平安了 国家又吉祥了 平安吉祥和嘉旺 当然他国运换是换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都想了 但是看来高速界那个短片 还是有寓意的 过去的短片 国运是怎样的明年 下四年之后国运是怎样的 应该是又平安又吉祥又何家旺 对但是这个郭苏庆的短片呢 又是还有延伸 还有延伸的后续 那待会回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延伸的事情是怎么样 自由以否 由你掌控 DurianFM 我是潘坚 流量当头 我是威亚 我是高炸 我是恩琪 像马轩公 我是妍妍 是的 那在我们进入下一段新闻之前呢 有个资讯要告诉大家 这是好消息了 那如果你订购的是马来邮报 那你可以获得平板电脑 那我相信呢 如果你们大家想要用平板电脑 有更低点的价格 现在可以马上获得了 只需要288令吉呢 就可以获得一年的订阅 马来邮报 三星的平板电脑 那这些呢 是已经包括在这个订阅费了 所以如果要更多详情的 就可以浏览的 每天每天online.com 对 好康报好康 是 好康再给我们报一个好消息吧 什么好消息呢 还有好消息吗 什么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看起来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好消息 看什么样 对 看什么样的人 不同的人 对这些 这些造势者呢 可能就是好消息 那对于不希望看到这事情发生的 就是坏消息了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提到郭书庆吗 对 他的短片呢 就因为他短片 未来惹上了一些麻烦 甚至在办公室呢 在前上个星期吧 就给人拨红漆 那丢了一只死鸡 有第二只鸡为了他而死了 那现在呢 不单只是死鸡了 那现在是用了烧鸭了 烤鸭了 但是这应该是火鸭是吧 对 幸好这个鸭没有死掉 没死 是火鸭了 但是也是够受罪的 他被关在一个小小纸 而且他的手脚都被绑绑起来了 在就记者以为他死了 想给他拍个照的时候呢 记者发现他的眼睛在动 反光了 这个鸭子还活着 大家就感觉 欢呼雀跃的 鸭子还活着 现在当今大马的人的工作人员 就想把这个鸭子 作为当今大马的一个吉祥物 养着 为什么说当今大马呢 其实这件事情跟郭书庆 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是因为在那个盒子上呢 就黏着了 这大门 盒子 那个鸭的盒子 对 是在大门 其实当今大马大门呢 被泼红气的当今大马大门 就放置了一个贴着 郭书庆的黑白紫盒 对了 这个紫盒里面是有这个鸭子的 对 所以这个短片呢 其实背后是 谁放着这个鸭子呢 是谁泼的气呢 是不是跟郭书庆的这个事件 是同一个人所为呢 大家也是在质疑着 但是好像最近啊 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 那么纳吉他就说 他说现在国内出现一些国民团结的问题 希望有些报章和媒体 不要报道类似的事件 让这些人有机可乘 让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他们的力量越大 他们招募心血的能力也就越强 他就会越对社会造成一些伤害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纳吉说的是对的 当你也渲染的时候 他反而会让这些人得逞 他觉得说 这就是他的目的 对我的目的 我需要让更多人知道 我就让媒体报道 所以我就做给大家看 但另外一个层面担心的就是 如果你不报道 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做的不够大 我要搞大一些 那时候搞出人命 那可不是开玩笑了 归记他们那个胆 很难说 鸡胆 其实很多有的时候是投机式的 在做这件事情 他是杀鸡式的 不投机 就这你看 他就可能看 就这两个事件 跟之前俄出新遇到的事情 先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但是可能也会引起了一些 模仿或者连锁的效应的 就比如说你看到这样的戏 没觉得 我可能也可以这么做 那也就是说 绑效了 那么最近呢 刚才所说的这句话 就引用那其 最近在一个应该是会议当中发的言 他现在正式就说国民和解计划 那么国民和解计划呢 他具体的刚才我所说的 他是一个点 他认为现在不要 不应该给极端分子空间 在网络媒体上 还是在新闻媒体上 都不应该给极端分子空间 让他们施展他们能力的地方 如果这样子说 反正就让人联想到 有一些媒体被关闭了 是不是人家会觉得说 那其你说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你背后就是在使作用者 令到某一些媒体呢 就被关闭了 是不是这 这是说了两个人 还是一个人 怎么说呢 一开始你看 他的第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猜猜他背后说的是谁 他的第一段 那就是这么说的 你们知道 他们在社交网站上的行为 和言论是错的 那那那那 那为何我们还要通过互联网 来分享这类意见呢 那这背后是说的哪一个呢 是说的明年的 清明年的面子书呢 还是说的另一拨人 这拨人 其实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谈过 这拨人是谁了 具体的具体的 因为当时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给子豪一起探讨 这拨人到底是谁 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 这拨人是谁 心里有数 这这说法其实有点推卸责任 这拨人 这拨人经常在冰城也搞了很多事 自从那期 问那期吃梦菜 一系列的一些事情在冰城 而后又在泼鸡血 也许泼鸡血是另外一拨人 也不一定 或许好几拨人在一起 也说不定 让大家根本混乱了 根本发现不出到底谁 是背后的作用者了 但是最后呢 确实是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团结了 而且能那个整个和谐 确实是 很容易呢 引起很多事端 应该不用 不用谈团结了吧 国家你要怎么去团结呢 现在大家都是 不团结至少和谐 平安 其实是很和谐 平安的 只要没有政治人物来 嘎嘎叫叫的话 就很和谐 很平安了 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媒体 第一个 媒体为什么要报道这些 是因为政治人物 希望要做一些东西报道 所以如果政治没有牵涉进人民的生活当中呢 那其实大家都应该很和谐的 其实了解政治的人就感觉社会是不和谐的 如果就是根本就不闻不看的 也不看报纸 我也不看新闻 所以大家都很和谐啊 社会生活中就是很和谐 没有那么多问题 就一般像像一般身边一些朋友 如果不关心政治的话 他他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和马来人印度人也是这样子 但是没有深入到一个大家深交 这样子一个程度 但是起码在表面上是一个和谐的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这个分享当中 那给大家分享国民和解计划当中呢 他说现在社交媒体应该多报道一些别的事情 这些别的事情包括一名马来警察 扶着华裔老夫过马路的照片 就是比较有宣传性的 也比较促进国民团结的 所以只报道好的 坏的就别说 社交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事情 马来警察扶着老夫过街的事情 其实这个照片有已经看过 在网上看过 之前也流传了 当然有包有扁 有人说这个马来警察真好 这是包的了 他扁的就说 这有什么好赞养的 这个本来他们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警察就是来来帮助人民的嘛 或者说 那我们的警察只要做一个这样子 扶个老人家过马路 就已经值得赞养了吗 那我们马来警察到底有多 我们对马来 就是对警察有多失望啊 那么就换一个话题 就一个马来人扶着老夫过街 怎么样 就不是警察 对 怎么样 那说法又不一样啊 感觉不一样 对对 你看这就是人 我们我们马来西亚民众的一个问题了 那当然我是觉得两方面都要报道 你不能只是看好不看坏 如果这样子你把坏全部扫在地毯下的话 那就是这些坏的东西呢 大家会越做越猖截 越猖狂 我反正没人管也没人报道 我就做的更多 对吧 所以我觉得要平衡 不知道他的最后的动机或想得到的是什么 嗯 那我们再看看这另外一个新闻 对 就是 边加栏的事情 没错 边加栏呢 昨天有一些新闻 我们昨天就来不及跟大家说一说了 那今天就补上来了 其实边加栏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E3啊 呃 就要面对搬迁了 因为受到发展商的呃 怎么呢 呃 他们是用逼迁这个字员嘛 核枪实弹的 核枪实弹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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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普通的行动部队就呃 就是在他们的拥户之下呢 一口气就已经完成了 承包商已经完成了点算 嗯 这个四座的翼山 还有这 他们的整个卫星定位 是 那这个点算这个字 昨天我们看了过后 恩斯尼还觉得说 哎这是广东话 丁虚 丁虚 要怎么办 哎我就还挺贴切的 这个这样子来说 啊 好多民众呢 他都意气蓬发 意气呃 激昂的 而且还有一个横幅在举着 左手举起拳头 右手举起横幅 这个横幅呢 就是挖我祖坟天倒雷屁 但是确实在华人 这其实不只是华人 任何一个人 马来人 华人或印度人都好 对自己的祖先呢 其实是非常尊敬的 而且绝对不可以随便去碰这个坟墓 因为这是对先人的一个敬仰 你必须对往生者的一个尊敬 你不能随便去碰 那现在发展商的 他发展那一段地 我搞不就搞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那一片地呢 因为那片地临着海 而且他能够开发油田 啊 到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就不能让这个往生者 就占领了这一块宝地了 现在发展商说要给这些当地的民众签坟呢 但是民众因为坟 他是不能够被签的 对吧 你要如果在这里的话 他也可以签 但是对祖先的一种不尊敬 工程也非常的浩大 因为对好多华人来说呢 是一个呃怎么样 风水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对祖先的这个坟墓 他们也不要去干扰 先人往生者的一个 一个安宁吧 安乡吧 对他们来说已经安息了 那安息过后你要去干扰 他就不对 这是华人一个心态 对 每年的清明节 还去扫墓 是 找到了一种对 对于旧人的一种怀念 呃 那么其中其实他有很多篇幅的照片啊 显示当时的情景啊 大家应该都是在拜祭祖先啊 希望祖先能够原谅我们不能够保护你们啊 现在所在的地方啊 那么其中呢 还有就是一位老者啊 在坟坟之间来回走徘徊着 就感觉对于故人 对于自己的亲人的一种抱歉 和对于过去啊 所经历的时光的一种怀念 但是啊 我记得这种情景 我四次曾相识过 呃 因为在之前吧 我去过一个 也是一个华人新村 他的旁边 他也是有一堆坟墓的 就是华人新村的坟墓就在那边 那个是一个高地 很高的地 而且是通风也是很好 呃 当时是西洋西下的 的时候啊 感觉这些坟都是默默默默默无闻的 在那看着 看着什么 看着西洋西下的这种情景 所以大家对祖先们来到这片土地上 对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又经过了自己五十年或六十年的足迹 在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无论是以示的人还是现在含生的人都是表达了一种自己的尊敬和怀念呃 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能够了解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为了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该让步还是不该让步这还是取决于边加来民众的一些心情 我有一些看法是这样子 我倒觉得说确实在一般上如果往生者呢 呃 用这种埋葬的方式来确实会令到土地会会有会有占领一片的土地 他用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你想想看 你看这个在边加栏的头湾永安益山的总共根据警方的资料有八十座的坟墓 在头湾海边的益山有五座那三湾的华人益山的估计大概有超过五百座这个坟墓 换句话说总共加起来大概六六百多七百座的坟墓在 那这七百座的坟墓六百多座的坟墓呢 它是占领了一个一片非常大的土地 我在某个程度上其实我支持说就是用坟化的方式 它占的空间比较小 但是呢如果在情感上呢 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本身我家我的祖先呢 他们是有这个坟墓的 而且是在不是那么规划那么好的那种益山 是那个时候是比较不好听叫乱障 但是其实也没有到乱障那个程度了 有一些是比较乱障 一些是不是 我那几个祖先 去扫墓的时候 那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我比较近的一些一些一些先辈们呢 他们就用坟化的方式嘛 那坟化的方式呢是在这个食堂内 他们是摆在食堂内 那你去那边拜那感觉不一样 就就就我不懂怎么说 怎么形容那种很抽象的感觉 但是在情感上呢 他就少了那种接触的一种感觉 你少那个接触的感觉 血脉联系的感觉 对对对 你看到是一个神祖牌 那是不一样的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是民众自己的支持 我们自己的感受 还有经济上的发展 究竟何去何从 还是从中做一个调解 其实之前的好多事情 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你包括一些学校的搬迁问题 你也包括之前的 还有一些组屋的问题 文化百年组屋客家人组屋的问题 都是联系到类似的文化情感 对就是文化情感上的一个问题 是非常困难去解决的 那当然呢 这是比较困难的 也许呢 可能如果时机成熟 或者是有一些可以配合到 我们会啃开个课题 来更详细的聊一聊 关于这个义山 华人义山的一些 面对的一些困境 那当然我们转个焦点了 大家聊聊 今天的课题呢 我们会谈的是这个和水皇相关的 不过在谈进入这个课题之前 可能先做做一些小小的新闻 对这个新闻 就说了 那今天呢 我们都知道说 两天供水 两天治水的这个制度呢 配水制已经要开始了 那当然这个治水的问题啊 到今天为止呢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但起码呢 雪州的水务公司 有这个方式来处理 那应该也不错的了 雪州的水务公司 现在已经达成了 对吧 雪州的水务公司 已经上程到国家的水务部门 国家的水务部门 已经答应开绿灯了 可以这样的政策 可以实施了 所以现在的民众就等着派水 应该是两天治水 两天啊 两天放水啊 在这两天放水的时间 一周应该有四天是放水的时间 三天是治水的时间 那么在四天放水的时间呢 希望民众也有意的储存 更多的水 以备于不需 不时之需 是要多一个准备了 那待会呢 我们回来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的水荒问题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